很辛苦 菜喇叭去日本 最難吃的餐廳無間 餐廳老闆看到 一位網紅來了端小菜 他們聽不懂中文 繼續罵這樣 然後網友就看不下去嘛 但是我是支持的那一面 因為我今天網紅本來就是要做 常人不一樣的食材叫網紅 不然的話誰要看你 像我以前也去日本 日本留學的朋友 介紹一些餐廳 四五年前 就一片到四千塊五 給那個剪片師剪片 的瀏覽量 兩百個觀眾 東西好吃什麼小的 你就 用很正常的方法 去介紹一個東西 是不會有人理你的 網紅就是要介紹的好像不一樣 不過這幾年 看一些館長直播 我覺得到 各位觀眾 這個有夠好吃啦 我操他媽的 是這樣子 慢慢在進步自己 然後昨天抖音叫吉田車庫 這個老闆追蹤我 我們馬上回追啦 台灣最大的跑車老闆 長得又帥又厲害 你今天不是真的很帥 機機很長 只是說你很有錢 在這個社會上 根本就沒有人會理你 只會有人打壓你而已 像我現在做音樂 每天都有人打壓我 昨天有一個人留言說 你到底在唱什麼歌 智障 我發現罵我的百分之九十 不是同行 他一直就是也在做音樂 做不起來的 要嘛就是狂熱粉絲 也是周湯豪粉絲 他看到我講到周湯豪的歌 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不爽 跟最近的Novillia一樣 你成功了 沒人講你 你沒成功之前 每個人都可以指責你 社會就是很現實 看蔡仔嘎舅的影片 蠻欣賞他 蔡仔嘎早期的影片 後面的時候很破舊 他講話非常有客人特色 台語很LAND 他現在用那麼多員工 他們會企劃 他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教材 很成功的一個網紅 下面一堆人在罵他 我覺得沒必要啦 網紅本來就是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